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已经进入历代至上第四章了 我们今天要把第四章一次灵修完 这是一个很长的段落 不过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是犹大支派的家谱 请我们来看第一节 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 希斯伦 加米 护尔 硕巴 也许我们会觉得有疑问 第二章不是讲过犹大支派的家谱了吗 为什么第四章又要重新再讲一次呢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只要我们翻一翻第二章记载犹大的后代 和这一章记载犹大的后代就明白了 第一章记载了犹大所有的孩子 这里是记载犹大的孩子之中 被上帝认定拣选传承的那一个系列 那表达出什么呢 表达出在众人之中上帝有主权 拣选犹大其中的一个孩子 作为使命的传承 这一点在信仰之中非常重要了 因为在众子之中 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 这是一个奥秘 为什么拣选这一位不拣选那一位 总之呢 在上帝永恒旨意之中 有人就被神验中 于是使用他了 这一点在今天的教会恩典时代当中 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已经超越了血统的限制了 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 都可以因着恩典被神拣选 讲完了犹大家谱 从这个角度的记录之后呢 到了第24节 就开始提到另外一个支派的家谱了 让我们来看24节的经文 西缅的儿子是尼姆利 雅敏 雅利 谢拉 扫罗 24节这里呢 就记载了西缅之派 西缅之派呢 并不大 而且常常跟犹大支派相提并论 那么西缅之派 也有被神使用的人 被神使用的事情 12个支派里面 的确在被鲁归回的过程之中呢 犹大支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侍奉 不过 历代字的作者笔下 他尽其所能的保留了其他支派的记录 这里24节给我们看见西缅之派呢 那以后的经文里面 我们陆续会看到12支派其他支派的记录 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就是虽然犹大支派在被鲁归回之中担任最重要的角色 但是雅各的12个支派在历代字的作者笔下同样的重要 这件事情啊 在新约时代就更为清楚了 那现在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在身体里面 保罗书信提到 有人是显明的 有人看起来不怎么显眼的 不过 就是因为不显眼的 我们才要将更多的荣耀放在他身上 帮助他 扶持他 这一个观点呢 其实在这一段家谱里面是表露无遗的 虽然犹大支派是最重要 在归回当中贡献最大 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支派的记录 求主让我们学习到这个属灵的功课 在一个身体里面 每一位都是主所买属回来的 恩赐可能不同 能力可能有高低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同为一个身体 一起彼此相待 彼此相爱 就可以经历一个身体的 同心侍奉的恩典 愿主带领在我们个人的教会 也能够实现这个真理 平安 北京平安 北京平安